这个是四个白的room的 四房 所以就像刚才说的 这个楼下 这个展示间是有家具的 楼下对着这个view比较好 对林路这个是个客厅 会客厅 然后 这个门厅进来 但他那门厅其实也没有地方 摆那些换换衣服换鞋的地方 这个空间比刚才那个房子就小了好多 然后呢 是一个楼下的温床间 然后 这是一个楼梯间 这边是厨房 加餐厅 那刚才那个位置确实是餐厅 然后这边都很像 这个主结构感觉是 几乎是一样的 这边是一个 utility 储物间 这存储物间 虽然做的 感觉像是冰箱一样 然后一个户外门 哦 挺好 我看一看楼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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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手间 左手间他现在 这个房间尺寸明天比刚才那房子房间尺寸小一点 估计只能做个同房 然后 这应该是第二个卧室 这个 都是 现在新的都是落地窗 然后这边是unsuite 带一个sower的淋浴间 他这个衣柜 这应该是铺路房 然后这个 这个就只有浴缸 没有那个淋浴间了 这个是主卧 主卧也是没有布鲁式浴厨 它的浴厨主要是在这边 然后 床 主卧的卫生间 一个unsuite 淋浴间 然后这边应该是它的客房 客房尺寸也是 哎 感觉像是刚才那个客房的一半 所以这个也只能做个同房 这几乎是 没有什么摆家具的地方 这个不刚才的房子小多了 然后 但是刚才老婆提示我 说他现在这个新房子的卫生间里头 是有插座的 有那种 115V和230V的 这种双款的插座 这是英国卫生间专用的插座标准 正常英国的 这三条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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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